我們今天聊的是 美中貿易戰打了一年多以來 中南海現在市中全會召開告一段落 川普本人昨天晚上台北時間事實上 他發了一個推特 他說美中第一階段臨時協議達成60% 所以他跟習近平很有可能 另外找一個智力以外的地點 兩人在會面 不過臨時協議簽不簽得出來 外界還在觀察還有變數 但是走到這個時間點 亞洲市小榮今年很明顯龍頭是台灣 台灣昨天公布最新的第三季GDP2.9% 沒想到昨天晚上香港也公布 香港是衰退2.9% 所以月中 從統計資料來看 亞洲市小榮今年台灣 確實數字龍頭最漂亮 確實 而且是從第一季開始 我們就已經是市小榮領先的地位 而且連續三季 那香港這第三季經濟狀況非常不好 我想這都是大家意料中的事情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去看 香港整個數據當中 其實最不好的項目 其實有兩個 第一個是投資 它的投資項衰退高達16.3%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那另外一個就是出口 出口部分呢 以服務的出口也衰退了13.7% 那另外貨物出口是衰退7% 換句話說 就整個GDP的結構當中 幾乎是最重要的一個投資項 一個出口項 香港的衰退都是兩位數 所以大家看到香港整體 唯一還在支撐的就是 政府的港府的支出 其實還有5.3%的支出 所以勉強讓它的衰退只有2.9% 但是其他項目通通都不好 那相較之下 你看到其他的市場 你看到新加坡也大概就打平而已 所以大家就知道這一波的貿易戰下來 整個亞洲四小龍 台灣還可以整個撐住 而且這個成長率 更重要大家再去比較 第二季跟第三季一個差別 大家都在往下滑 台灣不但是領先 而且台灣還可以往上走 我們來看一下台灣的 第一季數據是GDP1.83% 第二季是2.4% 第三季2.9% 所以其實是一季比一季高 現在看起來是一個明顯的成長的趨勢 而且這是以全世界 今年到目前為止有公佈的 絕大部分國家大家都在往下掉 台灣能夠往上爬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們再給大家看 歷來台灣這麼長時間的GDP走勢 大家特別注意到 近來這幾年大家都知道市場的波動非常非常的大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最右邊 我們這幾年我們的GDP基本上都還算維持住 大家不要小看說這個2%都好像沒什麼 真的相較於其他市場那種上衝下行 或是你看到台灣的早期那種上衝下行 我想站在民眾的立場沒有人喜歡這樣子的經濟 我們就是希望穩定 好那相較之下大家看到美國 美國真的也沒有什麼好事 他從2018年的第二季以來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GDP在當時是高峰 成長率達到3.5% 之後就一路往下滑到最新的數字出來 如果我們看是像媒體通常都公布是GDP數字是成長1.9% 如果看年比的話是2% 不管你看年比GDP反正基本上就在往下掉 那如果再進一步去看美國他什麼項目不好呢 其實消費向他在第二季的時候還有成長4.6% 到第三季只剩成長2.9% 也就是說消費力道在衰退 那更嚴重的是他的投資 就跟香港一樣 他的投資第二季已經衰退了6%多 這一季還是持續衰退1.5% 所以這是一個大問題 那最主要的根本就是還是美洲貿易戰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到在昨天我們也提到說 很多的美商或其外商來到台灣 現在其實中國也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去美化 就是我再也不要一旦離美國 尤其很多重要的零組件 所以我們看到最重要的華為 華為在過去非常多的零組件都跟美國購買 那現在他不要了 所以你看我們有這麼多台商 在這麼多的項目當中 我們都受惠了 甚至華為這幾年大家都知道 他自己開始自主研發晶片 可是你看他的晶片 還是下單到我們的台積電 由台積電來代為生產 那他的5G我們都知道 他這個5G現在在全世界市占率越來越高 可是裡面很關鍵的一些 包含的封裝一些測試 也一樣都交到台商這邊來做 你說中國本身沒有這些相關廠商嗎 當然有啊 可是差別在哪裡 技術還是有差 台灣品質跟技術還是比較好 所以這一次以華為為案例 中國大陸廠也在去美化 對 那美國貝斯的廠商 有一些人也去中國的供應鏈化 雙方都漸漸的降低跟對方的經濟的依存 所以都盡可能的漸漸的產業的脫鉤 但是要脫也不會一口氣脫乾淨 可是以華為來講 他的功率放大器 他就可以給5帽做 然後他有一些晶片就可以給台積電代工 那當然下游的測試就可以給晶圓電 就是說他事實上在半導體的依賴度 以中國大陸廠來講 仍然相對依賴台灣 沒有錯 這我們以前也討論過 因為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非常完整 從最基本的設計 到上面的封裝測試 通通都有 所以你看 這一波我們就抓這幾家 台灣的 剛剛這些供應鏈中的其中幾家 我們看到這幾家 今年以來的股票 通通都大漲 譬如說大家最關心的台積電 右上角的台積電 光台積電今年以來 我們都知道他股價破300 創歷史新高 所以整個換算起來大概30幾% 我們就從年初開始 他年初波段低點接近200塊 200出 220幾 現在300塊 漲40% 所以你看 台積電也還算少的 以這市價來說它算少的 你看到右下角的利基電子 利基 怕死人 從50塊漲 漲到漲近250 5倍 對 朱葉宗來錄影 怎麼沒有報這個 我們年初我們如果知道就合起來了 好 看看看看 這個已經漲5倍了 大家不一定要最高 但是看看看看 這個有發財 它像這個就是最明顯的 華為去美化的受惠廠商 所以這個是川普的功勞 對 就是川普打了貿易戰之後 華為把訂單移過來 那以利基來講就50塊漲到快250塊 我們再看一下晶圓店 晶圓店剛剛講到做測試 對 你看它也漲了60幾% 也是不得了 你看這條線基本上也是很漂亮 就一條斜直線一直上去 就是從20塊左右漲到38塊 是 對 然後日月光 日月光 你沒看到它上來 好像中間有一個比較大的震盪 可是同樣從年初以來 到目前為止 它的漲幅其實是不輸台積電的 好 它年初約末60塊 現在約末接近80塊 對 漲幅也大概有到 將4成左右了 而且像台積電日月光 這個都是很大型的票 對 要漲這麼多不容易 漲幅要這樣不容易 對 所以為什麼今年台股是創了29年新高 其實很大的核心是電子股創新高 沒錯 台積電是龍頭 可是中下游這些廠商 其實都有發財 但是他們發財 他們白白胖胖 他們都沒說 對不對 這當然要低調 這很怕被查碎什麼的 好 那另外還有一家 我們知道5G站打得很兇 這又是一個5G的受惠者 因為大家也知道 這個華為的5G被抵制 所以聯發科趁勢崛起 所以你看如果以股價來說 他今年也講的將近八成 他的股價不得了 而且大家對聯發科的概念 可能就是手機晶片 事實上你看他下面有一連串 都是他的產品 很多的市占率 其實全世界都非常驚人 動輒都是全世界 前三大 前五大 甚至有些市占率高達六成 七成以上 那聯發科就是很明顯的 就是這一波也是美洲貿易戰 打來打去啊 人家都不敢用 那這時候聯發科他就悄悄的決定 因為聯發科過去也曾經是 台灣的股王 好 今天是11月1號喔 聯發科今年年初的時候 200出頭 現在最新收盤400塊 漲了快一倍 那聯發科的晶片喔 過去傳統做手機 現在有很多3C裝置他都做 對 所以比方說穿戴的 比方說這一種電子手錶 對 他全世界前三大了 對 然後比方說Wi-Fi的晶片啊 比方說現在的數位電視的晶片啊 光碟機的晶片啊 各式各樣藍牙應用 就是說所有3C產品需要晶片的 那事實上聯發科的應用非常的多元 是的 所以他也是這一波的這個5G發大財 對 所以說這一波真的是 因為聯發科真的以前在4G時代 他煮了很久啊 因為那時候他被美國高通打得很慘 可是這一波呢 高通相當程度也被打到 雖然美中貿易戰 高通好像沒事 事實上也因為抵制的關係 高通也受到很大的傷害 所以聯發科就趁勢崛起 而且很多人預測喔 包含很多的美國自己的方面 的預測說聯發科有可能在5G的時代 他的技術就要追上高通了 在過去長時間確實 他是比較不如高通 可是5G因為高通自己被美國打到了 那聯發科有機會在5G時代追平了 哇 這是非常不得了 好 所以月中我跟你討論一個問題 你剛剛講到很多半導體相關的廠商 是 現在看起來一場貿易戰打下來 台灣半導體業者上中下游都發財 但是台商在大陸有製造業工廠的就未必發財了 可是月中剛剛分享了 台灣半導體業者這個悶聲發大財 但是他們發財我們沒發財 所以他們的發財影響了台灣的GDP 影響了出口 比方說昨天我們整理給觀眾朋友 台灣對美國的出口成長了17% 對 好 然後像聯發科這一種廠商 或者台積電這一種廠商 他兩邊生意都做 所以他可能兩邊都成長 沒錯 那這個就是台灣事實上 本質上的產業的競爭的優勢 而且呢 這樣的競爭優勢 不應該回頭去賣芭樂 因為賣晶片喝喝茶嘛 當然當然 因為這個利潤差太多了啦 那當然啦 你說你要遇到這種機會 這也不是事先大家可以遇到 尤其是美中貿易戰 打了這麼久 如果說今天炒炒幾個月就結束 大概也沒這個機會 就一打打了快兩年了 當然這些廠商就大有機會 而且現在很明顯 美中彼此不信任 可是偏偏他們都信任台商 連中國的廠商都比較信任台商 那當然我們台灣的廠商就要發大財了 好 而且中國大陸的半導體 我們先前整理過 它的自給自主率非常低 所以它依賴外面的供應貨源 然後川普斷了一部分貨源之後 他剛好要依賴台灣或者依賴日本 如果日本也斷的話 更要依賴台灣 那相對上 可是中國大陸如果他國家對重點發展的產業 就會影響到台灣業者的生存空間 對 所以說這個友達 真的你看到人家都發大財 友達真的就一直到了極點 就如林冠說的 因為他們以國家的力量在發展面板 哇 甚至他的京東方 甚至已經超過三星了 已經是全世界最大 那友達一定被打到的嘛 所以你看到友達很可憐喔 他的單季的虧損創了歷史新高之外呢 你看到他近三個 前三季虧損超過100億 然後你看他的股價 哇 你看我們前面都很漂亮 你看到大家都在往上衝衝衝 結果你看到他居然 今年賠了大概將近四成 以股價來說 真的是很屋子啦 所以以今年來講他賠了110 對 那這個董事長彭雙浩他自己也說 不公平的競爭嘛 我怎麼打得贏 中國的這些國家隊 然後這些他用大量的生產之後 他把價格壓到最低 而且這個價格是國際價格啊 大家看到中國壓那麼低 我們就講現實的 連蘋果的面板 現在都要跟金東方採購 以前他都跟三星買啊 為什麼 金東方說我比三星便宜兩成 那你要不要跟我買 那蘋果就動心了嘛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問題 那友達當然相對競爭力就弱很多 好 順月中我們來比較 剛剛講聯發科發了大財 台積電創了歷史新高 可是友達破底 然後今年已經虧損超過一百億 這裡頭有兩個本質的問題 中國發展面板產業起來 台灣人就沒飯吃 而且就虧損連連 友達都虧給你看了 友達虧一百億 那個比方說華映啊 就拜拜了 好 再來 中國發展半導體不順利 不進步 然後致給率很低 結果呢 聯發科發大財 台積電發大財 那台灣社會就要看清楚這個趨勢 今天如果中國國家半導體隊 跟中國國家面板隊一樣強 那可能聯發科要虧損的金額 就跟友達半斤八兩了 甚至倒都有可能了 這一波其實很大 因為很多中國 除了我們剛剛說華為被打到之外 華為以下像包含中興 OPPO VIBO那些廠商呢 他們以前都跟高通買晶片的 現在因為限制令嘛 所以他們開始跟聯發科買晶片 那如果今天中國自主 自主起來了 像其實像華為底下海思 他們早就開始在做了 小米自己也都在研發自主晶片了 那只是真的還沒有成氣候 那可是今天我面板 中國可以做國家隊培養 難道半導體不行嗎 他們在做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合理的討論一件事情 台灣社會要不要類似川普 類似美國一樣 針對某些關鍵技術 給予國家安全的考量的封鎖 我就講一個很本質的問題 中國扶植起來面板產業 那你有達就賠100億 還好中國現在扶植半導體不順利 所以聯發科發財 台積電發財 中國扶植起來順利 我就可能看到台積電聯發科 去賠百億賠千億了 那相對的 台灣社會要不要給台積電 給聯發科 給半導體 給下一個世代 整個社會一條出路 這是出路嘛 半導體告訴你 它有活路跟出路嘛 面板告訴你死路一條嘛 死路叫做 還沒到年底就賠100億 那你有幾個100億賠 那同樣是電子產業 因為股民就很現實 股民買這裡賠錢 買這裡發財 那發不發財真的要押對選對 是 所以說現在有達 他也不是說就絕路了 我們可以再往下看 他現在有一條新的深入出來了 蘋果 你看又是美商 這很特別 蘋果過去歷來 他不會發展真正的新科技 他都是用既有的成熟技術 可是他現在居然在台灣開始設一個廠 專門做什麼東西叫微發光二極體 他要做什麼就是做他的手機面板 我們剛剛講他以前都是跟三星買 但是他很早 大概2014年就開始在台灣設廠了 那他現在做這個廠就是打算 我以後你也不跟三星買了 我要自己做這個東西了 好 他找誰 他就找上台積電跟友達 所以他現在在 恭喜友達 對 所以友達 友達要看對方向 親美才能生存 是 所以他們現在在 在這個桃園農毯科學園區 設廠 他們這三家廠 基本上是走路兩分鐘就到了 為什麼要特別設在那裡 目的我就是要連結這兩家 因為友達他有這個基本技術在 那在下的時候 我蘋果去挹注 那台積電更不用說 他在製程上 是絕對是世界上 全第一流的 所以你看到 蘋果真的是破天荒 他從來沒有自主研發新技術 這是有史來第一次 他就選進在台灣設這個研發廠 而且他這個廠已經有媒體形容是 美國FBI等級的高級防備 完全不准外人靠近他去拍攝 所以你看大家 是台灣有很多間諜跟技術外流嗎 對 所以你看他 他預計是12月廠才要落成 那媒體 你看媒體去採訪 只能在外面拍他的這個外觀 他裡面要幹什麼 他完全都不講 只是他私底下知道 他們會蓋在那裡 原因就是因為他要拉攏台積電跟友達 他要開始做這個大反攻 要去打三星 好我們稍後再回來